邪恶的意识形态已经开始对各个年龄层的人发起进攻 今天我们首先要来说的是人类生命中最初阶段的婴儿 自从最高法院想要判决堕胎不受宪法保护的草案泄露之后 就激怒了大批的人 这些人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大型的游行抗议 参加的不仅只有要杀死自己小孩的妈妈而已 还有那些嘴上说着堕胎是女人的权利 但是实际上根本就不想要对女人负责的男人 在过去的周末 堕胎巨头组织Planned Parenthood 在美国的多地都组织了堕胎的集会 他们并没有任何要打算停止的意思 反而继续将这样的行动越来越扩大 游行组织Women's March 在网站上更有多达96个游行开放报名中 他们不仅用行动告诉我们 这件事不会轻易的结束 他们也在官方的推特上面发文声称 美国不再会是一个平静的美国 美国将迎来一个愤怒的夏天 为啥是愤怒的夏天呢 这就是说他们的游行 他们的抗议不仅不会停止 反而会愈演愈烈 支持堕胎的人最恨的就是跟他们相反立场的 反堕胎的人 反堕胎的中间力量就是基督徒 但是面对现在这样的堕胎主义者的愤怒抗议 却有不少的基督徒去到现场向他们传福音 可想而知在这种场合 基督徒是最不受欢迎的一群人 因为他们知道 基督徒这群人是管男人叫男人的人 是管女人叫女人的人 这群人一直强调胎儿是生命 他们古板他们教条而且还会说出关于堕胎的真相 在过去的这个周末在华盛顿的堕胎大游行中 有一个大哥就出现在这个集会里 他站在路边举着自己做的耶稣爱你的牌子 说出了所有支持堕胎的人最反感的一个事实 他站在那里对着所有的人喊 很高兴你的母亲没有把你堕掉 不然我就没有机会认识你了 祝福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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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 这个大哥太勇敢了 而且句句说的都是实话 想想看 如果这些人的妈妈在当年把他们全部都给堕胎了 那今天不就没有这些人站在这里抗议了 不是吗 正是因为他们的妈妈没有那么做 所以给了他们一个机会 一个大脑当机了 才会去支持杀人的一个机会 那在这些集会里面 不光只是强调堕胎的事情 族裔也被扯进去了 上周末在华盛顿 由Plant Parenthood主办的Bands of My Body集会中 他们为了要用民族来煽动 就找了各个肤色 各个族裔的女性领袖 上台发表讲话 这里面不光有白人 也不光有黑人 还有一个女生 姓HSU 是许还是许 应该就是一个华人 那这些妇女代表呢 各个都义正言辞 好像自己就是那个促进时代变革的英雄 媳护参革的时间 所以我的游戏 竟然会让我来自身典的女性 根据了 root 为我的美女女女儿 有些场合胜的生命 在我们的生活 里面 和对自己相产 好丢人啊 我感觉她气得脸都扭在一起了 下面那个比手语的那个女生 比她还生气 那除了她以外 还有人分享自己的堕胎经历 是堕胎成就了今天的她 My abortion has given me the opportunity to continue school and receive my bachelor's degree As of yesterday, I have now completed my master's degree as a social worker in direct practice of mental health My abortion opened up different avenues I hadn't previously considered and allowed me to have more empathy because I know I am not alone in my situation I decided to become a volunteer because I was grateful of the care I received at Planned Parenthood I believe we should normalize conversations around abortion and birth control in the Latinx community and my abortion and abortion should not just be legal but accessible for everyone 用堕胎换明天 她能够本科毕业 能够研究生毕业 都是因为她当时选择了堕胎吗 如果她当时生下来 把孩子送给别人领养 那她今天就会是一个homeless吗 这种逻辑完全不通顺的东西 就成为了她们给自己掩饰的一种方式 反正她念研究生 跟她付出的努力没有关系 跟她父母的培养也没有关系 到时跟她自己出去乱跟别人睡觉 然后怀孕堕胎有关系 她并没有认为她杀死的是一个家庭成员 一个跟她最亲近的人 她也不认为 她应该对这样一团细胞 负上什么责任和代价 因为她自己犯了愚蠢的错误 创造出了一个生命 然后又犯了更愚蠢的错误 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小孩 这样的什么支持堕胎的见证 我们在以前的节目中也有报道过 这种东西变成了 她们堕胎教的生命分享见证 变成了扭转她们人生的高光时刻 见证的题目就是 我如何通过杀死自己的小孩 得到了撒旦的祝福 攀上了人生高峰 不仅仅是在我们的孩子面临着丧心病狂的追杀 在过去的周末 美国各地也发生了将近30起枪击事件 导致近20人死亡 从水牛城 芝加哥 再到南加州的城县华人教堂 还有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县 以及德州休斯顿的旧货市场 在诸多的枪击案中 基督徒 尤其是住在南加州的基督徒 对于周日在城县教堂发生的枪击案 是感到尤为的震惊和难过 让我们继续为此次牺牲的 郑达志医生的家人 以及教会的朋友们祷告 希望他们可以早日从伤痛中和惊吓中走出来 好那除了这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 这个枪击案之外呢 在14号的时候 在芝加哥发生了一起枪击案 也造成了一名16岁的少年重担身亡 相比起其他的枪击案 这个死亡人数算是最少的 那为什么要讲这件事呢 因为在我查找新闻的过程当中 看到那里的景象 真的让我感觉到不寒而栗 在5月14号的那一天 有大批的人聚集到了芝加哥的市中心 警方通报说 是因为有人在网上发布了一条信息 号召大家来到市中心聚集 于是这些年轻人就都去了 他们到了那里之后 游行 唱歌 跳舞 手里还拿着蓝牙播放器 大声的播放音乐 他们走到街上去围堵交通 用脚踢 用水平丢路过的汽车 他们一群人爬到一辆汽车上面 不知道都围着那个汽车在干嘛 这一切实在都太诡异了 我甚至都根本不知道要怎么解释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当场的画面 在市中心聚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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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年轻人到底怎么了 不是谁能告诉我 他们到底在干嘛 在事发的当时 住在街边公寓里的人 从楼上看下去 那是看得一清二楚 这位大哥跟大姐根本就受不了了 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9岁的女孩站在街中间talking堵住了交通 就是在这样的骚乱中 年仅16岁的男生不幸被枪击丧命 她遇难的地方就是芝加哥的一个景点 千禧公园的大纲斗下面 杀人嫌犯是一名17岁的青少年 这个青少年现在已经被控二级谋杀 芝加哥这个城市在市长Laurie Life上任之后 暴力犯罪和凶杀急剧上升 在去年凶杀案一共有797起 创了本世纪以来的新高 这个数字是洛杉矶的两倍 超过了纽约市近300起 针对这样恶劣的环境和重担身亡的少年 聪明的芝加哥市长想出了一个终极解决办法 他为了制止这一切继续恶化 在周一发布了一条行政命令 这条行政命令就是 周末的时候所有的未成年人晚上10点以后不许出门 芝加哥市长的通讯副主任发推特说 在芝加哥现在对年轻人的宵禁是周末晚上11点 今天我要签署一个行政命令 把宵禁的时间提前一个小时 从晚上10点就开始 这个行政命令到底有什么用 晚上10点 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暴乱发生的时间是晚上7点半 请问你这个宵禁到底有什么用 现在他们开始问了 说这些孩子怎么出来捣乱呢 家长在哪里呀 家长 家长已经被我们现在的民主党政府定型为国内暴力恐怖分子了呀 家长已经被告知说你们不要参与在孩子的教育中间 你没有发言权 你只要把你的小孩交给老师交给国家交给政府 你就不需要再管了 那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些孩子都是进步的产物 都是在左派自由下生长出来的结果 从这样的现况我们可以看出来 堕胎机构对我们发出的警告说愤怒的夏天 现在已经看到了雏形 在这里两种价值观的碰撞激起了更大的火花 加州AB2223号法案来一起回顾一下 是一个允许可以杀死已经出生的婴儿的法案 这样可以正当杀人的立法一定不能够通过 请大家拿起你的电话 告诉你的朋友一起来拨打以下的号码 来反对这样无耻的杀人法案 这些电话可以一个一个的打 他们都是拨款委员会的成员 就是他们明天要投票的 告诉他们你反对这个案件 让他们在投票的时候投一个反对票 这些电话我也会放在下面的信息栏当中 请大家尽快的打电话给他们 那上一次呢 这个投票是在5月4号 是在加州众议院的拨款委员会 去查就说是被提交了暂缓文件 我也看到了政府出的一个文件 在最后说有谁反对这个法案的时候 都是各个机构 但是滑到最下面写了一个 Numerous individuals 就是很多的个人都在反对这个法案 所以打电话是真的有用的 打了电话的这些人 就是他们写在文件上的那个 Numerous individuals 所以在明天5月19号 又要在拨款委员会开始投票了 大家趁现在赶快拿起你的手机 现在就给我们的委员朋友们 一个一个打电话吧 千万不要放弃 因为杀人的计谋 他们是不会放弃的 他们就是要搞这种长久战 拖拖拖 看我们什么时候松手 我们不仅要保护这些没出生的孩子 我们也要保护已经出生的婴儿 大家赶快拿起你的电话 照着屏幕上一个一个打过去吧 那我们频道下方呢 最近也出现了几个仇恨基督教的朋友 有一个一直留言说 千万不要信基督教 还有一个干脆说 基督教是万恶之源 那我想要先请问问你们 说除了基督徒之外 你有见过哪一个其他的团体 为了这些事情去拼命的反击呢 你有见过哪一个人 有坚定的会举着他自己做的牌子 站在那些支持堕胎的人中间 在被人指着鼻子骂的时候 告诉他们堕胎是杀人 而且跟他们传讲耶稣的爱呢 包括像我们这个平台 AI News 我们一共有三个人 都在拿着我们每个人的史上最低工资 在做着人生目前为止 遇到的最累压力最大的工作 你有见过其他的组织 或者是宗教 为了这些事情去聚集 去流泪祷告 去因为要改变这个社会的 道德价值观的堕落 这样身体力行的去做吗 嘴上说一说的都基本没有吧 那么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没有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话 这个世界会是非常和平的世界 你现在看到的美国的动荡 都是因为有两股势力在拉扯征战的结果 如果没有基督教 他们根本就不需要浪费这么多的时间 去改变这些基本常识 基督徒在抵抗 因为我们不愿意顺服世界 我们只顺服真理 所以哪怕是不被人理解的 在人看来好像在做一些没有用的事情 被人憎恨 被人咒骂都没有关系 而且告诉你一个小秘密 我们三个人呢 以前都是骄傲自大的 讨厌基督徒的 我曾经呢 故意刁难挑战基督徒 我曾经最讨厌 这些天天嘴里说什么神神神的神经病 我曾经是知识坐台 同婚的左派 但是认识神了之后 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 现在我们都是基督徒啦 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被洗脑了 是因为真的有神 是因为我们真的经历神了 所以不需要口出恶言 反而会将无知暴露的比较彻底 因为我们都了解 我们都度过过那样一个阶段 如果想要更加的了解耶稣 欢迎来参加明天 5月19号由国度基业举办的非常精彩的线上特会 国度基业事工荣幸的邀请到了 安德鲁牧师来分享启动土耳其以色列华人宣教的使命 安德鲁牧师在1993年回应神的呼召前往土耳其宣教 他们建立教会援助难民 在历经23年之后 在2016年被控告为恐怖分子 被关押在土耳其监狱两年 后在2018年戏剧性的被释放 并被邀请进入白宫 与川普总统一起祈祷 5月19号星期四 美西早上7点到9点 亚洲时间晚上10点到12点 以色列时间下午5点到7点 欢迎来参加由国度基业事工主办的线上分享会 一起来听一听这位传奇人物的宣教使命 是不是听了预告都感觉好看 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听这么棒的讲员分享的机会并不是天天都有 线上特会的信息我也会放在下面 欢迎叫上你的朋友们一起来听这么棒的分享见证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的内容 我是弗丽莎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